财团法人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 今年第四度与花莲县府合办 看见回篮公益绘画比赛 612件残赛作品共计52幅作品脱颖而出 各组别第一名画作还制成了AR互动影片 让画作多了生理其境的生动感 11和12月也将在台北捷运 江子崔战及中正纪念堂战展出 让更多优秀在地的绘画青年被看见 以远距教学及职能培养为主軸的 财团法人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 长期关怀偏乡儿童生根生命教育 今年第四度与花莲县府合办 看见回篮公益绘画比赛 邀请全国学子借由画作 呈现自己对花莲的所见所闻 3日在县府大礼堂举行颁奖 612件作品共计52幅脱颖而出 除了第一名制作成AR互动影片 11和12月也将在台北捷运江子崔战 及中正纪念堂战展出 这个比赛是希望用花莲之美为主题 透过我们孩子的一个视野跟角度 来呈现花莲独特的一个文化 还有风土地貌 那最主要的是希望让我们全国 甚至是国际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进一步的认识花莲 那有机会可以来花莲 体验我们的好山好水好人情 我希望能够透过美学教育 娶孩子一个产生的未来 各位你们认同吗 有认同可以给我掌声吗 然后呢我们用第四做公平 我们希望能够让世界更美丽 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第四年 在这个地方办这样子的一个 看见回来画画比赛 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表示 此次绘画比赛结合在地普伦社团 提供学子展现绘画创意 及艺术涵养的舞台 得奖作品也会制作成文创商品 商品意卖认捐金额也将归属 花莲偏乡职能培训第二专长教育基金所使用 将艺术结合数位 鼓励更多民众支持儿少画家 看见回来也看见更多在地绘画青年 记者讲方言 花莲师报导 评似bly